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东西如同一条巨大的黑色肉虫 一头有口 我被拉上来 恰好就在它四边形口气的旁边 视线速度也不慢 几乎被我拉上来一瞬间 视线便跟着窜了上来 我还没反应过来 那黑色大肉虫仿佛感觉到危险一般 腾跳一动 刹事件便将我塞进嘴里 我连周围什么环境都没来得及看清 眼间便出现黑乎乎的 散发着恶臭的口腔内壁 我猛地屏住了呼吸 一被塞进去 刹那间口腔便闭合了 一时间我陷入一堆恶臭的肉里面 并且头顶前方传出一个犀利 这种被活生生吞进去 又慢慢地往下咽的感觉 别提多恶心了 由于挤压力 整个人在里面是没有办法呼吸的 因为它黏糊糊的墙壁 和人嘴唇以及鼻子相贴 根本就没有空间和空气 即便有 估计那味道也难以忍受 一进入里面 捆住我的藤条便立刻消失了 我拼命用双手抵着墙壁 阻止自己滑向更深处 但是这股巨大的推动力太强大 我这点抵抗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此时此刻 我很后悔 自己手里没有匕首一类的东西 否则也可以反抗一下 这会儿豆腐和尸仙在外面 还不知怎么样 只要尸仙把这东西给弄死 豆腐等人完全可以把尸体剖开 将我拉出去 但是根据这些一直强劲有力的 蠕动的墙壁来看 这虫子还是活得好好的 卧槽 尸仙和豆腐两个在干嘛 这效率也太满了 虽然我不清楚这虫子是什么玩意儿 但是我很清楚尸仙的实力 它要弄死这个东西 绝对是不成问题的 这会儿我只能拼尽全力 抗拒这股压力 但是无奈近来是只憋着一口气 如今力气用开 气息消耗更快 不消片刻便缺氧了 肺力仿佛要炸开一半 大脑也突突突跳动起来 又一次尝到窒息的感觉 简直令人要发狂啊 而就在这时 我忽然觉得背部一松 紧接着被人拎了一下 猛然扯了出来 我知道自己得救了 什么也顾不得 只猛然喘气 只不过全身都是黏乎乎的东西 也不敢张嘴 一张嘴那些东西便顺着嘴流进来 豆腐猛然捧住我的脸 左看右看 随即说 兄弟 我来得不晚吧 还好还好 没把你消化掉 我转眼一看 却见那只大虫 赫然已经死翘翘了 背部一条半人成的口子 估摸着是失先弄出来的 我顺手扯过豆腐的衣服 在脸上抹了一把 将黏乎乎的液体抹干净 就说 他娘的 有事先帮你 你这效率居然这么慢 再晚一点 我这脸要沾上胃液 可就该毁容了呀 豆腐一脸恶心的表情 捏着鼻子 嫌弃地看着我 退后两米就说 怪我 确实怪我 早知道我就再耽搁一分钟 等你脸上沾点胃液再说 这样以后我看上的妹子 就不会被你抢走了 我说你那些妹子 是被我抢走的吗 跟人姑娘出门看电影 忘记带钱包 最后姑娘付账了 第十八春的时候 和姑娘吃完饭 走路上遇到打结 豆腐吓得大叫一声 转身就跑 跑了十多米 才想起女朋友还在后面 最后冲上去说 几位大哥 有话好好说 我们给钱 别伤害我们 紧接着逃出钱包 对方掂量一下钱包 觉得很重 估摸着钱不少 但打开一看 全是一块块的硬币 当场被一顿旁凑 神姑娘盯着她钱包 脸都绿了 在第二十六春的时候 终于鼓起勇气 要和姑娘滚床单了 结果太激动 还没进去就软了 最后痛哭流涕 骗了我一顿饭 我用得着去抢啊 我懒得再打击她自信心 转头看了看 将身上粘液的衣服给脱了 打着赤膊 这才稍微感觉舒坦了一些 但是那种生物内脏特有的恶臭 还是让人作厚啊 这东西死了之后 那些条状物东西便失去灵活性了 顺着石壁垂了下去 这会儿专锐等人也顺着藤腕爬了上来 一个个瘫坐在地上 脸部的冲血红还没有消退下去 而这时 专锐喘着粗气 问我 许丽呢 这三个字一出 豆腐本来嘴中还嘀咕着 闻言立刻紧声 看了我一眼 估计是不敢告诉专锐 接下来的事情 专锐何其精明啊 从我二人的表情便猜出了结果 陈胜说 去晚了是不是 这会儿 众人坐在这巨大的虫尸旁边 个个狼狈 如同丧家之犬一般 豆腐断断续续地说起来 遇到万事通的经过 专锐等人沉默不语地听着 欧阳轩一番责怪自不必说 反倒是专锐 沉寂片刻 便说 要是呢 我反应过来 他说的是那把黄金钥匙 于是从腰间工具袋中 将钥匙取了出来 专锐接过手 垫了垫重量 看了便可 门道 那个地图中 第三层的大门 在什么位置 豆腐撕了一声 估计是奇怪 专锐怎么没有发飙 于是就说 具体是什么位置 他没说 老陈 好像是没说吧 他有些不确定 我点了点头 说 确实没有具体提到过 但根据当时的描述 这个大坑 确实是一个规模宏大的祭祀场所 而且在遥方还没有灭亡之势 这下面应该是没有水的 那扇祭祀大门 很可能是在水底下 欧阳轩问专锐说 要去找那扇门吗 专锐没有承认 也没有否认 忽然间 他对我说 我有个任务交给你 办完这件事情 你欠我的人情 就算缓了 我不由吃惊 问他 什么任务 专锐指了指 旁边的欧阳轩就说 你们两个 带着他 务必安全离开这里 将人送回郭家 欧阳轩一听 大叫道 那你怎么办呢 我才不要跟他们走呢 我是想来帮你的 专锐伸手摸了摸他的脸 就说 你脸上伤口 越早处理越好 最重要的是 接下来会很危险 在那样的环境中 我顾虑不到你 虽说带着欧阳轩 这个大小姐 事事需要照顾 但是也没有需要 我和豆腐将人送回去的地步吧 专锐到底是什么打算的 这时便听专锐 向我和豆腐解释起来 听完她的话 我脑子里唯一的反应就是 太冒险了 原来 在我和豆腐 以及事先沉入水洞之后 专锐等人便展开搜寻 欧阳轩万幸当时撒开手 被事先加速的冲击力 甩出乱流区 保住性命 专锐等人 接着沿着水流 一直寻找我和豆腐 由于一直没有找到人影 还以为我们两个遇难了 专锐心中自然不好受 心中更加发狠 便沿着自东向西的水流 一路游去 很快 几人发现已经到了头 顺着石壁走势虚余 弧形的线条 更加确定之前天坑的判断 直到游到现在所处的位置 这才被大虫子给抓住 也就是说 这个天坑的大部分水域 专锐三人都已经在这几小时内 打探过了 并没有大门或者图腾柱的线索 因而 专锐现在的想法是 决定冒险 对那一片没有去过的水流中打探 也就是那一片 带有犀利的水域 按照专锐的意思 他是要顺着石壁摸过去 然后用凿子在石壁上 打一个固定壳 套上保险绳 利用绳索进入那片水域 那水下环境极其恶劣 个人只能自保 根本顾不上其他人 而这会儿 专锐让我和豆腐送欧阳轩回家 估计是有两层考虑 一来担心欧阳轩出事 对国家不好交代 坏了联姻 二来 八成也是自知凶险 便不打算我和豆腐两人 外人缠户了 比起吕肃等人的行事作风 我由衷佩服 传锐这个人 豆腐却没有深想其中的道理 文言高兴地说 太好了 我早就不想在这地方待了 放心吧 我和老陈一定把欧阳姑娘 平平安安地送回北京 欧阳轩怒道 谁要你送啊 闭嘴 紧接着便对专锐说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冒险 我不走 我可以帮你的 我想了想 紧说专锐如此仗义 多次相处于我 若就这么一走了之 任由他带两个手下去冒险 这样的事情 我也做不出来 于是便出主意说 不如这样吧 小豆 你带着欧阳小姐出去 也不用回北京 在外面和巴图守着 等我们会合便是 这样一来 我们若有什么危险 你也好接应 豆腐一听 傻眼了 问我说 那你呢 我留下来帮忙 您刚才听到的是 盗墓守扎 下集更精彩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